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的们 女的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拉斯维加斯 拉斯新闻 你起太高了 今天是某年 某月 某日的某个播出日 稍等一下 我补个妆 哦 补新闻 你还要补妆 你真的是太做作了 我是大家的主播 方方方 因为宝宝本来就新方 你补好了没 下一顿新闻是你的 哦 不好意思 我补好了 首先是本台的社论 论那些年 我们误解的词语 社论指出 在我们小的时候 黄瓜还是一种清新的蔬菜 香蕉还是一种纯洁的水果 现在提起黄瓜 羞羞的 想起香蕉 怪怪的 更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有钱的土豪 又延迟的帅哥身边 都多了个妹子 叫网络达人 是的 说完水果 我们来说一说人 据消息灵通的传媒人士 杜某涛的爆料 著名节目主持人李维嘉先生 现在也要转型做网络达人的 经纪人事业 当起来老板 喂 喂 怎么了 导播 好的 好的 现在为您紧急插播一条可靠的新闻 拉斯维加斯金头四 李维嘉先生 空叫现场即将签约 宇宙最强主播 欢迎老板加拿 亲爱的网友们 欢迎来到我们不一样的偶像 现在你们看不看这些网络主播 他们在应该上 我跟你说我不仅看他们 我还花了好多钱去支持他们 真的假的 你花了多少 花了大概四十五块呢 天下了已经是 我比他花的多 你呢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在做主播 我都会去捧场 我大概也花了两百多了 那你们自己有没有做这些网络的直播 我不敢 你可能去哪个平台 哪个平台就垮了 但是我发现呢 其实网络的主播 他们有时候不用干什么事情 都会有人一直在看 真的 我就曾经看到过一条那个例子 有一个网友就直播他睡觉 有啊 有啊 直播他睡觉完了之后呢 他说第二天醒来 他说 哇 没想到我睡觉的时候 有三百多人为我手领 好了今天我们就要请出这个 传统的媒体 跟新生媒体 对 两队来对抗一下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六六六队 这个我必须要站在这边 我毕竟是传统媒体出来的朋友 来 也是正规院校出来的朋友 你输了 我知道这一队的底细啊 就有一些都是专业出身的 真的啊 所以我还是非常看好这一队的 你们俩好像哦 我俩特别更像 两只鹦鹉 两只鹦鹉 飞得快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俩那个互相面对面好吗 看一下 我的妈呀 可以互相左一下对方吗 我的妈呀 哦 两只鹦鹉 两只鹦鹉 飞得快 我觉得每个节目都会找一些这样的怪物 来进攻我 怪物 哈哈哈哈 好了 这是江苏台的主播陆岩 我的老家 还住在这个团 我 是这个团 背头上肚脏的样 欢迎来 欢迎来 第二位来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北京台的主持人陈珊 哇 现在啊正好赶上这北京的下班高峰 咱都知道哈 北京的下班点 就交通是最不给力的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几个好朋友出来吃个饭 是最明显的选择 如果你们要是能够坐到北京地铁的话 我相信在你们早中晚三餐的话 我都在一直伴随着你们 因为我每天都在拍美食 哇 哇 好羡慕啊 这个工作 好了 下一位 哈喽大家好 我是时尚帅气的电视购物主播王不凡 哎 这个方面好累啊 大家好 我是网红王不凡 三线网红王不凡 三线三线三线网红王不凡 我要告诉你啊 我要参加美帝小家店网红评选活动 我是主要做的是电视购物节目 卖高端的不锈钢锅具 唉 我见过她卖 我觉得她今天把妈妈爱搭答由 是啊 方将益今天你怎么穿男装啊 好假的啊 因为我昨天做梦突然梦到我应该是个男孩 哈哈哈哈 是你的男儿生托梦给你吗 好啦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现在大家都非常追踪的网络的主播 是的 我寻遍千山万水 走遍世间万地 你自己就送四十五块钱 你好意思说吗 但今天我真的把他们请来了 都是我宝宝好方队的得力队员 现在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先生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战棋TV的三国杀主播何硕 别打了 赶紧起牌吧 我下主是吧 那我打两个呗 你起牌吧 我起牌吧 对啊 你得起我 我超爱玩三国杀 是吧 那你肯定听过的话 我知道他 我看到他就有点面熟 他的面相就是玩三国杀的 是吗 感觉这个奸诈 好梦中杀人 好 来 下一位 哇 这个好 大家好 我是日系可爱 没笑你喜欢套斯类的飞飞 好 今天准备我的化妆品 涂啊涂啊涂啊涂 首先现在打粉底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为我做一只黑眼圈了 黑眼圈非常多 因为今天老睡不好呢 把它补匀 哇 菲菲 我就是二次人文化的代表 因为我今天穿那些服装 你们有没有看到非常非常的可爱 非常可爱 来 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卖衣服的老女孩 小雪莹 同时也是一个微博博主熊芝芝 卖衣服的小女孩 老女孩 老女孩 我是卖女孩的小火柴 口误太可怕了 我出过很严重的口误 怎么呢 就有一次直播 我本来要说的就是每个人都有梦想 特别是人类 人类的梦想就是 拥有像鸟儿一样的翅膀 可以飞上天 可是当时直播我特别紧张 我说的是 人类就是想拥有鸟儿的翅膀 因为这样就可以上天堂 所以你变成了往生偶像吗 我一看到早年那天不是要报奖品吗 那时候还是手写的稿子 就写了双门冰箱 我就直接看成 我说恭喜你获得二十二门冰箱 还有就是可以获得双门冰箱 或者是双缸洗衣机 我就是看成了 你可以获得双缸门 好了 好 那接下来再做调查 继续 我们继续调查 好 谁接到过网友送的礼物 因为之前我是一直在做收购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 然后像ChinaJoy 会有很多很多宅男来到现场 然后我其中有一天 收到了一个粉丝送给我的茄子 什么茄子 就是茄子 吃的那个新鲜的茄子 圆的特别大的茄子 圆的怎么用呢 这么大茄子 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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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什么了 我给不到你们的点 咋了 那茄子除了炒 还能怎么着呢 我不是让我妈做成我最喜欢的烧茄子了 是不是 我也是 我也是 我就是说烧茄子 你们想什么呢 骗子 老司机 你应该收到非常多的美食吧 我收到的东西 比如大多数都是减肥药 消速 还有一些什么能够帮助 因为你胖 因为我刚刚干这行的时候只有82斤 而现在却达到了三位数 182 我们是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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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 不是这数字掉一下 这比较128 对 那也挺重的是吧 真的 没有了 100 108 108 108对于我 对于我这个 因为他矮 对不起 108 就是一条好汉 预备 起 大河 向东流 天上的星星 看北斗 看北斗 我们就分成两队来比拼一下 好 首先我们来一个热身赛 好 好 这个 顺口溜我想拜他三代 真的很难 对 尤其对于像南方的地方的人 对 乐乐是不分的 对的 因为有个牛奶奶喝牛奶 牛奶奶喝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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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那时候练习的一个命门 好了 来吧 牛奶奶喝牛奶 牛奶奶喝牛奶 牛奶喝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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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套多少钱呢 今天我们这块板子呢 上面有我们李雷佳的签名 包括有到我们刘薇的签名 还有到方老师的签名 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的套组 9980块钱 但是今天直接下纱9000眼 998 值败奔奔 不过奔奔不会再有 我妈和我爸最受不了这种犯了 你想机会全买 而且你以为998就是下线了 不是 就突然他会假装接一个 说厂家的电话说 对不对 说今天厂家的老板很开心 说我们已经冲了多少了 所以我们决定再下纱9000 最后我们三个签名的板子 都是套的 要8块钱 舌头都会咬断的 这样就用各自的语气来说一下 好不好 你们先顺口留把它念完 预备起 晾窗晾床又晾墙 跳床 跳上床练窗 凉窗凉 凉窗凉窗 又凉窗 又凉窗 这是个死专 哎呀 凉什么呀 你凉是什么意思 你跟我说凉窗是什么意思 就是比那个窗有多长 凉啊 正凉的意思 好好好 你知道你输并不输在口齿 输在文化 我们其他方面很厉害啊 伦敦马丁连买了几瓦送漫马 这个 全世界都在这 旋光 你看你们这一组都被你带皮儿了 来 你们三个人来一下 我们来说一下 预备起 凉窗凉窗 右凉墙 跳上床凉窗 靠往墙凉窗 墙比张床长 床右比窗长 窗长不过床 床右长不过床 所以墙比窗比长长 我发现了 原来是队长的问题啊 是我的问题 那个就是 汪涵教我们那个 就是皇家签总是说不清的 那个刀鱼要到刀鱼 钓鱼要钓刀鱼 刀鱼要到岛上钓 来 钓鱼要到刀鱼 刀鱼要到岛上钓 钓鱼要到刀鱼 刀鱼要到岛上钓 钓鱼要钓鱼 刀鱼要到岛上钓 好 来 钓鱼要钓刀鱼 刀鱼要到岛上钓 哎呦 钓鱼要钓鱼 刀鱼要到岛上钓 岛上钓 胸贡怎么这样呢 考验 我这边还有个很厉害的绕口令 红鸡公尾巴灰 灰鸡公尾巴红 来 变快一点 3 2 1 走 红鸡公尾巴灰 灰鸡公 好 红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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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岛上钓 灰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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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盘收吧 经过咬断舌头的绕口令环节 各位主播的福利终于来了 可以安静地享受美味的菠萝菠萝棒了 哎 其实并没有 除了其中一个是正常的美味菠萝棒外 其余三个都被我们改造了 其中包括芥末穿浆以及臭豆腐 主播们要通过自己的演技扰乱对方选手 使其猜不出自己吃到的口味 如果猜错了 对方选手就要吃掉这只重口味的棒棒了 主播们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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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美食了 你是美食主播吗 虽然我不是专业的美食主播 但我尝过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特别大的茄子 所以这一对由你来猜 你要敏锐的洞察力 看看四位谁吃到真正的 因为这四个打开一看 其实都像是菠萝棒 但是有的里面是放了各种各样 奇奇怪怪的东西 比如说有芥末的 还有豆腐乳的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请第一个 鹿妍 你来首先品尝 来 试一下 所以对她来说是个难题 如果她真正吃到辣的芥末 或者是 她要装作 她要装 她在装 天哪 好臭 第二个 我这个很好吃 对 我觉得你现在脸就很屎的样子 你的演技都太好了吧 是 吃菠萝棒不是吃屎好吧 你一个表情 是 表情包 但是有可能是在骗你 因为每一个人有说好吃的 他不一定吃到的是好吃的 你怎么可怜呢 好 来 吃 吃完 你脸都变屎绿 屎绿 什么味 屎绿 好 好 接下来是真正的美食主播 你在吃它之前 然后用你平时主持的美食 一般平时工作状态是吗 在吃之前是吧 我觉得美食主播 最喜欢用的一句词语就是 外焦里嫩 入口即化 烂而不燥 然后如果这道菜 其实真的没什么可说的 就是说 你们真的可以亲自过来尝一下 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 那我就知道了 我下次看美食节目的时候说 这就是你们可以亲自过来尝一下 那叫餐厅绝对不要去 我可以吃了 来 预备 一 二 三 走 今天呢 纯纯特别开心 可以吃到破 等一下 一开口嗓就破了 今天呢 没有喝汤 来 预备 再来啊 今天呢 纯纯特别开心 又破了 我没想破 我建议她吃 直接吃 你别说了 好吗 直接吃 天呐 天呐 叮咚 叮咚 门铃响了 请问你是在顿时吗 他这怎么都是呢 天呐 他这个看起来 好吃吗 你是要水吗 他的眼角在抽动 好 来讲感受了 讲感受了 说不出来话来了 我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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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要哭了 我要哭了 天呐 此时送给你一首杨玉莹的歌 我不想说 我不想说 我吃解膜 这个味道 大家可以过来亲自尝一下 好了 你就 你就别说了 说多错多 好不好 来 下一位 好吃吗 烧鸡公 好 放过去吧 放过去吧 来 他好像在坐月子 在吃什么东西 下奶 电视锅 这位产妇 刚刚吃过了月嫂 为他炖的麻油鸡 超赞的 怎么样 软软的QQ的 弹弹的 入到你嗓子那一刹那 你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幸福的 谢谢 好了 A B C D 四个人 好 来吧 第一个的演技太假了 哪里假 浮夸 没走心吗 不走心 对 但第一个是帅的吗 第一个 帅可不可以加分 还算帅吧 是你喜欢的行吗 不是 我喜欢这样的 谢谢 你知道你做秀狗 一直没出来 是为什么原因吗 神美有问题 第二个 第二个 真的像吃了屎一样 我就说你吃屎 你吃了我吧 晨晨的绝对吃了芥末 或者辣椒 因为她在说话以后 她吃完以后 她更错了 用排除法 但也许她就是这样的 对 是吧 是吧 想看她好 你想整个北京的地铁线上面 美食圈 到了六点钟东西里是一个 今天 今天参加欢迎大家参加我呢 品尝会 下一个 我觉得她是正常的 因为她吃了一大口 每个人都吃了一小口 她吃了一大口 我一直是饿呢 饿了的话 你会把夹着那个玩意儿的 酥酪包吃一大口进去吗 小高最终的决定是 不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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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不烦 你吃到的是什么 我吃到的是一款 川椒牌的菠萝豹 川椒 这个超辣的 对 你是哪里人 我是忽然叛人 所以可以吃辣 嗯 那接下来是 我吃到的是 菠萝豹 菠萝豹 果然她吃的是小肢 肢肠 肢肠 好 好 好 我吃的这个是芥末 我刚才真的 我脸泪流了一直在流 没有流啊 没有啊 我一直躲在队长后面啊 我躲里流啊 好啦 所以真正吃到菠萝豹的 是我们的 赵成 美食女王 霍英天后 好 那么 她要把其余的三个吃掉吗 不 只有你们指定吃一个 那肯定是我这个啊 是这个啊 尝一口好不好 尝一口 来 怎么样 菲菲味道怎么样 好美味 要大口 好好吃哦 大口可以 大口 大口 我们要大口 好了 怎么样 超难吃是吗 出了 大家小时候吃的那个 馒头 蘸酱豆腐的味道 好啦就完了这样 我们要为难小朋友了 666加十分 恭喜 所以现在呢压力就要来了 宝宝好方队呢 他们就要尽力 让对方猜不出来 是的 所以这样才能追平 好不好 这样我们这一轮猜一下 谁吃到 臭豆腐 没问题 好吧 来吧 干嘛呢 策略 来不来 芳芳来 你先吃 对 芳芳你先吃 用尽你的表演 这个棒 有 寻音会摧 要命老八十 一点都不归 过来看一看 没有 有东西 有东西 但是 绝对不是 可以吧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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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要吐了 吐吐 哎呀 演技很夸张 但也有可能是真的受不了 我允许你喝口水 好 来 菲菲 或许有可能是有东西 但是 菲菲非常担心 菲菲非常 菲菲 菲菲还以为我接了呢 这个有 好 每个人都想吃到了 那个臭豆腐乳夹心的那个 哄罗巴 吃到了那个 来 下一个 好 看是看不出来的 看得出来颜色是不一样的 你眨什么眼睛啊 你吃了吗 你为什么要眨眼睛啊 你觉得他有点像有一个那个 就是菲菲演员叫 句号还是豆号 他巴狗 没有 他没有吃 好 这一组其实就比较难的了 究竟是谁 吃到了那么难吃的 这个消息 从第一个来吧 好 第一个我不管你吃到的是里面 到底有没有东西 我只想说 你表现得实在是太过欲准 不行 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做奥斯卡的演技啊 第二个呢 我觉得菲菲里面是有东西的 但是我不确定里面是不是臭豆腐 对吧 OK 你第三个 我不明白你不停地向我眨眼睛 是什么意思 可能是他头发脸太长了 太长了你就在眨眼睛 菲菲你帮他捋一捋那个头发脸 OK 最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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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貌心的吃力口 有可能里面就是那个臭豆腐 你觉得是谁 第四个 就是那个淘宝店主 对的 对的 第四个 正确答案 三 二 一 对 对 对 你怎么那么笨呢 到底都要是小孩子了 再给你一个机会 现在你觉得排除了淘宝店主之外 就是中间尝过来的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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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菲吃到了臭豆腐的菠萝棒 对的 臭豆腐 对了吗 对了吗 你尝一口 你自己去 是不是 你尝一口呗 今天天气好净了 你处处臭豆腐香 你尝过吗 你尝过没有 没有 那没办法了 因为这个是惩罚 一点点 一点点 他吃完以后说 我觉得这个值得一试 对 是这样 是这样 一般的简单都会有加低 你不要找我好臭 一般的简单 一般的简单 一声响味 快走 好臭啊他 来 这个头拍你一个人 感觉怎么样 好吃吗 入口即化 外交内乐 外交内乐 值得你们品尝一下 自己来试一下 这个味道呢 我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 但是我觉得 你们一定要来这家品尝一下 记住 喝了吧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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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玩下来以后呢 都没有猜对 如果说两组都加十分的话 那就十比十平吧 接下来我们来玩第二轮 我是歌舞男人世伟男 不 是考验我们传统电视媒体 和网络新媒体的两位 购物主播的环节 在接下来的对决中 两位购物主播 将要像对方的队长推销一样 他们并不想购买的商品 我们还为两位购物主播 准备了三组牌 分别代表了主播 和两位队长要扮演的身份 以及两位主播要推销的商品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 不一样的偶像 我们节目要感谢 放肆去美丽美妆CS 独家冠名播出 点击屏幕下方店铺 或在淘宝直接搜索 放肆去美丽 就可以直接购买到 CS的美妆产品 本节目首席合作伙伴 六种乳酸菌发酵的 小样小乳酸 我是小样 我就这样 好喝不一样 本节目由 飞一般的感觉 特步运动时尚独家 特约播出 本节目由 一口营养 动起美味 早康枸杞果冻 美图拍照手机 美图M6自拍大明星 以及专业的苹果手机 上门维修服务 乐乐的联合赞助播出 本节目唯一指定高点 身有菠萝棒 就是腰米棒 我们要特别感谢 本期百万红包 是由滴滴接到家门口 美国月球都能走的 滴滴出行独家提供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玩 这个环节了 叫做《我是共舞达人》 那我们请到参与的 就是我们的 雪莹 还有布凡 有请两位 加油 加油 我觉得这一轮 雪莹的胜算也很低 单档销售四十分钟 一百万 谢谢 你看她那种脸 就是那种扭到这边 怎么这么热色 小雪 你先来在我手里面 你抽你要卖什么 好嘞 抽了第一个 好 那第二个 受众是 给我抽个好点 不是 那我就听天由敏 都是第一个吧 听天由敏 都是第一个 首先 来看看 我已经踏倒了一个 小雪的身份 她是一个 孙明先生 孙明先生 要向刘维 对吧 刘维她此时是高棱 好适合你了 宝贝 高棱 女白脸 高棱 像她 女白脸 真难念 女白脸我可以接受 还要高棱 就你凭什么高棱 向她推销的是 皇冠 皇冠 这个题目浑然天成 有没有 好了 现在来我们让开 把舞台交给两位 好了 我是购物达人第一轮 开始 不好意思 谁高棱啊 这位小姐 小姐 你妈 你家全小姐 重说 这位大姐 你说谁大姐 重说 这位姐姐 您这个 印堂发黑 眉心有青涩 一看就是 相遇大难啊 姐姐最近确实是没有最好 是吧 老思念 那你今天遇到我 你真是走运了 你知道吗 你是啥 你避嫌免灾啊 对 没有这招数呢 我跟你说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今天你遇到了我 您知道我是干嘛的吗 你是干啥的 您别看我表面是一个算命先生 其实呢 我是一个卖那个镇宅之物的人 那就是算命先生 那不是一样的吗 别拿我宝物 你干嘛 就是不能随便乱碰 都是开了光的我跟你说 开了光的黄瓜是吗 对 您一看就是很久没有男朋友了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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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这人就爱说实话 等一下 男朋友 怎么了 就是给他看一眼 好 我先走了 我男朋友快上呗 假的 刚刚用两根黄瓜租来的 只剩两根黄瓜 来 继续 这位奶奶 来 我叫你姐姐 你怎么能叫我奶奶呢 没关系 再不论辈 奶奶 这黄瓜呀 你看这黄瓜 这黄瓜能避免灾吗 你看我这么多黄瓜 各种品种 你看这个条 这个橙色 我看这一款比较不错呀 对吧 你看这多多 多适合你 蛇精病 好累哦 但是这瓶是不是得呱呱 太扎了 哇 你们不要笑 我跟你说呀 姐姐有这么好的容颜 越扎越舒服 全靠着黄瓜 全靠着剥了瓶的黄瓜呀 我告诉你 真的 那在脸上这一敷 你慢点 特别的舒爽 对 您这个不能随便摸 不能随便拿 你交了钱就可以拿走了 多少钱呀 五毛八 一根 我跟你讲妹妹 现在都没有八分了 你可别再跟我扯了 那就没事 那就五块八吧 你别还价了好吗 你卖我 两毛五吧 不行 太便宜了 你说这黄瓜 你买了我的瓜 你就能代替那个他 我买了你的瓜 就能代替那个他 用起来不用啪啪啪 也能把它带回家 姐姐 您看看 我这黄瓜鲜嫩多汁 您不仅可以把它 切成片 贴脸 你还可以把它 挂在那个家中的西南角 震宅 你这个妹妹心机好重啊 这词不是我的吗 让我做收尾 你怎么给我抢了你 没事 我跟你说 你不是说我印堂发黑吗 我觉得我现在就需要 一根黄瓜给我补一补 我通常都是把黄瓜 切成花 贴在脸上 一个啪啪啪啪啪 切在脸上 第二天的皮肤 滑滑嫩嫩的 放在脸上 谭光琴一样 再怎么记得看不起脸上的周恩上 对 没错 你看你这底子这么好 你这意思是买了是吗 啥也别说了 妹妹聊这么久 都给你啊 看你也是个好人 都送我了啊 不是说好了 演一个高人的女白领 为什么你要演成个 东北的大妈 没有啊 你变成了一个东北菜市场大妈 真棒 最后是买 买家跟卖家殴打 一拼黄瓜结婚 他给你敷补给了 黄瓜敷补给人 这一组怎么样 你加了很多分 棒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请出我们的 王不凡 不凡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你现在是什么身份 要卖给方 方 方嘉义 对 是什么身份 是什么身份 好 商品 什么 他现在要卖隐身的六丸 是什么 这是电视中 我觉得本身就好笑了 你知道吗 然后呢 方嘉义是 铁公鸡 灰公鸡 好了 身份是 你们两个 像 本身哪一个 贱人就是矫情 你自己就是最大的贱人 他独自走在 皇宫的小院里面 御花园 如此的清冷 他一直看着门口 却不见 皇上的到来 想想皇上上次到这儿来 翻他的牌子 还是九十年前 皇上雨露均沾 唯独我 却只得了一根 黄瓜 天哪 让一个雷劈死我吧 好 感谢各位持续关注 正在直播的偶像购物 今天听说来了 是一个铁公鸡 那么今天 不凡华菲 为他销售的是一件 非常神奇的商品 那就有请我们的铁公鸡吧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我们家没有钱了 什么也买不起 来来来来 我都感觉你最近皮肤不是很好 不是最近是一直 对呀 为什么皮肤不好 是着急心慌上火了吗 是我寂寞 寂寞呀 听说你交了一个男朋友是吗 我是男的 我交 听说你前几段交了一个女朋友是吗 怎么的 那女朋友多久没有回家了 他就一直没回来过 那我听说他好像在外面找了小三 为什么我不知道你知道 因为我是独家私人侦探 你拿两个香菜叶子要干嘛 它不是普通的香菜 它是皇宫牌的葫芦娃 对呀 啥 葫芦娃你没看吗 哪有葫芦哪有娃 我们推荐的是六娃 六娃 对 葫芦娃 葫芦娃就是可以变变变隐身 只剩两条叶子的葫芦娃 你在忽悠我呢吧 不不不不 我不是在忽悠你 因为我知道你的老婆找了小三 就那位 漂亮呀 对呀 特别漂亮 我老婆找了小三 对呀 找了一个男的 就那个 长得像鹦鹉的那个 对 就这个 你的老婆找了小三那个 他们俩倒也看上去般配 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 你瞎猜的 不是瞎猜的 是因为我们葫芦娃六娃 有到超级隐身术 她可以随着两片小叶子 来偷偷地看到她和她在私会 所以说呢 六娃呢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商品 她还有其他功能吗 还可以自用 怎么用 就是你想啊 你一麦这样 一切就像我们演播厅这么大 什么样的人都有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任何人都可以 想象成你的老婆 或者想象成你老婆的小三 都是可以的 这个购物专家 你如果能让这个葫芦娃 出现一下 给我打声招呼 这个东西我就买了 爷爷爷爷 我是六娃 葫芦娃 一个桶上七个瓜 我像蛇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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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病人猫咪的呀 你不像葫芦娃 倒像蛇精 太难了 手机给我钱的也是三小子 也太不容易了 是 买多少钱 998 买 如果七天之内 你拿回家 用到 不满意 不喜欢 偶像歌 我全额给你无条件 退款退货 超棒的 好了 究竟是我们的算命先生 更夺得大家的喜欢 还是我们的华菲 更深得人心呢 华菲 这个时候十秒钟 给大家选择的时间 准备 走 我要赢了 四十秒钟 漂亮 好 马上进入我们的状况解说园 走 好了 大家看到我们的妍妍跟火火呢 两个人呢 将会对一段状况的视频 进行解说了 这一论表现呢 就要根据观众朋友 你们的点赞 或财 来决定他们哪一队可以加分 两位好好加油 加油 加油 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拉斯新闻 我是主持人陆岩 我是火树 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条新闻 看到 你走不走 好 他把它果断地推走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场上两方 熊猫人阵营和人类阵营 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他们斗争的目标 是一个目标点 叫做贝勒 熊猫人阵营方面 是采取的生动极限的斗争 你看这鸟他们在干嘛呢 在圣罗是一个 是一块肉 我就叼住这块肉不让你吃 双方挥然不动 来 跟着我一起摇摆吧 八色转转分样也是 意高人长大 跟着我的节奏 我先来是什么意思 这是今天的意思吗 长春的天气 还是比较冷的 特别的适合斗鸡啊 有零度左右 对 最后的 我们是一个书学小讲堂 想理科的人表达爱情是这么的有内涵 是一个三角函数 四个函数刻在一起 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好 谢谢 以上就是本期的拉斯新闻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究竟是喜欢我们非常帅气 然后是专业乐像出来的 然后都是认认真真在说着一些废话的路言 还是我们这边口条也非常非常的清楚 也是在认认真真的带入自己的情绪 在解说一些有的没的的事情的 这位我们的火果先生 火树 现在你们就开始选择了 好吗 露言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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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露言 我 巨浩老师 我问一下刚刚你跳起来那一声 我以为在这边是我们的 还有我做这边 所以你怪就怪你做反了边了 没有我们那边那个真的飞飞和水盈还挺容易的 当我们火树在直播那么紧张的时候 他们用最好用的CS的指甲油给我用个指甲 我觉得挺好看的 这就是一个纯的一个植入 你们在那干这个 没有没有我非常认真在亲 对 其实我的感觉就是说 嗯 在懂和不懂之间 游走 哪一环 但是OK了 最后我们就要再次掌声恭喜我们的 666 恭喜666 恭喜666 得到的奖励就是以666对三个人的名义送出的滴滴打车的红包 价值一百万我们的粉丝们 好了我们也同时谢谢我们这边三位 谢谢我们小雪 菲菲 还有我们波 谢谢 好了在节目最后还是要感谢我们的赞助商 是的 美妆CS对我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 点击屏幕下方店铺或在淘宝直接搜索方式去美丽 就可以直接购买到CS的美妆产品 本节目首席合作伙伴六种乳酸菌发酵的小样小乳酸 我是小样 我就这样好喝不一样 本节目由非一般的感觉特步运动时尚独家特约播出 本节目由一口营养动起美味 早看枸杞果冻美图拍照手机美图M6自拍大明星 以及专业的苹果手机上门维修服务乐乐的联合赞助播出 第一指定糕点生有菠萝棒就是要你爆 感谢观看 咯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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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